長相甜美 笑容燦爛 她就是參加新竹兼史上一間私人夏令營 在素心活動溺斃的15歲女高中生 事後不只縣府揪出業者缺失 她的父親悲痛出面控訴 提出質疑 颱風過後又下了大雨 水流非常穿急 那這個我也有詢問過教練跟 訓練過後當地的住民 他們都說對 最近的水流比較大 而且那邊的水深也超過兩米多以上 會這樣說是因為當初看到 業者的宣傳照片 明明是水員們拉著繩子 在水市較淺的地方蹲低徒步前進 但看到活動實際照片 158公分的女兒穿救生衣 只露出頭部 還閉眼捏著鼻子 看周遭漸起浪花 父親認為溪水非常湍急 為何還質疑要下水 而這張照片也成了女兒的最後身影 從發現到打撈起來大概7、8分鐘 對 那7、8分鐘 在我認為你如果持續想救 搞不好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但他們連這個機會 他們都不願意給他 到底是誰決定要改行程 決定要下水 至今沒人給出答案 就連事發後也是死者父親 親自回現場找解答 他認為教練也搞錯 搜救房賞 營地的負責人是他的太太 楊小姐是他太太 那他就跟我說 發生地點是 他就指很下游很平台的地方 那其實再來之前 我已經看過初次地點的影片了 所以我覺得他都是在 怎麼講推託也好 然後甚至於把一些責任都 推給這些自信的一些教員們 只有15歲的女兒生命斷送在 本該是開心又安全的夏令營 堅強的父親要繼續為他討公道